10万订阅就差你一个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 今天的盘我们昨天就预告了 我讲过 我说趋势跟方向绝对不会变来变去的 尤其在时日线之上 联解吗 在时日线之上我昨天有提到 它已经拉开了 顶多震荡 也就是这个盘还有再过高的可能性 所以昨天我说如果没有杀下来 我没有兴趣 可是昨天尾盘杀下来 你有听到我讲 周董做多就有兴趣了 所以你就知道昨天尾盘杀下来 我们站在多方 而那个点位记得 周董也不会奢望 昨天杀下来是绝对低点 我不会这样想 我只会利用台湾股市的多头策略 什么叫多头策略 涨多了会杀下来对不对 杀下来相对的买进 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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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会怀疑 怎么有人做期货可以一路买进的 都不设停损点的 周董告诉大家 周董发明了台湾股市 不设停损点的唯一方法 今天你打电话来我就告诉你 这唯一的方法就是破除外资 每一次都要扫你单的风险 你有没有想过 你每一次方向都看对 可是你买期货 你设30点或50点做停损点 也很奇怪 你每次买进以后 你设了30点停损打掉以后 它就暴涨300点 你每次都这样子 对不对 周董告诉你 不怪你 为什么这样不怪你 外资做的 外资害的 那一定会说 外资怎么知道我在这边买 而且我买一口小台 或者买一口大台 我买的很少哦 为什么外资知道我在这边买 然后要扫我的单 再多叠30点把我的单扫掉 再暴涨300点 为什么外资要这样欺负我 小咖对不对 欺负你对不对 周董告诉你 外资他不是要故意欺负你 外资人家有AI系统 这个AI系统可以算出 外资他们全体外资 现在所拥有的多单 价位在哪里 散户所拥有的多单 价位在哪里 相对的 他们知道下礼拜三要往上做 可是重点 散户的多单 真的太多了 何必帮散户卡 这时候AI就帮他算 先杀下来 他会算出散户的多单 有多少 新增加多少 杀下来杀下来 杀到散户没有多单了 AI算得出来 记得 AI盘中算得出来 算到散户没有多单了 你会发现 他就拉上去了 那你会想 那这么会算 难道呢 其他的散户都跟我一样 都喜欢买在这个点 然后设30点停损吗 路伦告诉你 拍赛 所有的散户都一样的思维 了解吗 所以你会发现 我帮你的台湾股市做期货 不用设停损点的方法 叫做做多策略单 买进 做好保险 买进 做好保险 买进 做好保险 你会发现 我都买 我都买 越低越买 然后呢 多头的特性是什么 过高 过高都赚 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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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高都赚 了解吗 来看多头怎么做 今天的盘就不用讲了 今天的盘呢 就是故意找上再杀一下 对不对 然后拉上去 你以为又会杀尾盘 那是你以为的 这两个叫做什么 一点高人高 飘盘 标准的多头 了解吗 那呢 这个也很简单 我昨天就告诉你了 我说呢 本来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我认为啦 如果呢 没有每天过高的话呢 还有拉回的机会 可是呢 当昨天我告诉你 就只有震荡的机会 没有拉回的机会 因为呢 已经表态占过了十日线 而且呢 拉开了距离 这个距离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就是漂亮的意思 相对的 这个量也够 它呢 虽然大于前波的量 可是没有失控啊 了解吗 那你有发现 量能呢 其实呢 在台湾呢 很重要 也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多头的话 你量能 你有发现 它的量能呢 都在十日线之上 有水哦 了解吗 漂亮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方向 不用说吧 多方嘛 做多 有没有一定赚 所以这六个字 这六个字 是真的 是真的 相信的 你期货跟选择权 这辈子都会跟周董大赚 你要是有那么一点点不相信 怀疑的话 抱歉 你的期货跟选择权 永远被扒来扒去 你有方向吗 你有方向吗 你没有方向 你不知道 对不对 来教你 我说呢 今天这三价就不用讲了 那你要看这三价的讲解呢 你就看过去一个礼拜的影片 关键价 17200 我说呢 为什么设17200 因为当然简单嘛 如果是真的多头 假设你是真的 那很简单 我们做人啊 如果正直的话 那就四个字 说到做到 如果我们做人啊 很虚伪的话 很简单 空口说白话 这一个人呢 你要看他正直还是虚伪 当然简单 有没有说到做到 如果有 赞 那多头也一样啊 多头叫什么 旅创新高 来看 昨天啊 很多人认为人 今天过不了桌高 我说呢 不用这样想 好不好 你不是控盘者 你不要乱猜 那今天有没有过 有过吧 所以我给 昨天呢 给你17200 这个关键价 对与不对 果然对吧 过了吧 了解吗 好 关键价很重要 多头 那每天过高 否则的话 这两个字要改一下 就震荡 我昨天也有讲 好 然后呢 7月13号 昨天嘛 我的根话 诉大家说 因为夜盘 我没有想太多 而且呢 比较懒 所以呢 这一段 我没有做 那我也跟你讲 这边呢 上车的美高在哪里 昨天影片要去复习哦 你这样以后做多头呢 会很顺哦 这边呢 为什么有美高 这边为什么有美高 这边为什么有美高 对不对 这边呢 为什么不要理他 他自然会杀下来 我昨天都有讲 那我昨天讲完以后 我说呢 杀下来 我有兴趣做多 杀下来 我有兴趣做多 这边 来看 杀下来 我有兴趣做多 所以呢 很简单的 今天呢 完全做到对人那一边 有没有看到 昨天杀下来 周隆做多 了解吗 然后呢 夜盘呢 也没有开多高 夜盘 有没有看到 都在这个区间 那我也讲过 我不是呢 跟你们一样 你们是什么 买进 设三十或五十点 停损 被外资扫单 涨三百点 我不来这一套 这一套会被外资欺负 了解吗 周董要欺负外资 欺负到什么程度 来看 做多这类单 后面以后会刮糊 不停损 因为呢 我们买进的时候 就做保险 所以有没有看到 一七零零五六 有没有 两百五十多点 那你要记得哦 我们整个波段是不是呢 赚两百五十五点 整个波段 可是呢 因为我有买保险 我有买保险 所以整个波段呢 大概呢 赚一百到一百五十点 我买进有买保险 了解吗 所以我不用停损 可是重点 我可以摆这么久 摆它涨到两百五十五点 所以稳赚一百到一百五十点 稳赚就好 来继续 你看我利用这个特色 多头的定率叫屡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这一张就很明显 很透彻 有没有看到 买进买进买进 那为什么这里敢买 这里敢买 这里敢买 因为答案简单嘛 这边呢 是原来的高点 然后呢 跌了一段 跌了一段当然要买啊 再跌一段 再买啊 再跌一段再买啊 那昨天呢 我很聪明的 买到相对最低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这里买了 都知道要涨到哪里 可以抱那么久 答案很简单嘛 屡创新高 这边是原来的高点 哎 跪滚 都赚 好 来看现货 看现货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厉害 这边是原来的高点 这边是原来的高点 对不对 所以呢 跌了一段 这里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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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周总比较厉害 我几乎呢 都买在这里 了解吗 我知道会跌多少点 了解吗 跌了昨天是不是差点 差点跌200点 跌199吧 了解吗 我买在这里 那呢 这是原来的新高 对不对 我刚才那个图 是不是说 它会到这里 会吧 会到这里吧 对不对 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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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我给你的这张图 这张图 不是今天才给你了 我已经给你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都告诉你 就这样做 稳啊 有没有 原来的高点 爆跌 买进买进买进 过高 全部钻 来 继续 所以我只抓方向 抓趋势 比较简单 稳赚就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昨天杀下来 我就很高兴嘛 对不对 我说这里我要做多 有没有看到 我就直接做多给你看 有没有看到 做多策略单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讲的这张图 已经讲了两个多月了 知道吗 好用稳赚 这个策略就够了 然后选择权 基本上也要教你 这是7月的 2W是错的 7月 7月的选择权 我为什么挑17200 答案也很简单 其实不应该教你的 可是为了让你知道 我怎么挑的 因为很多人 做选择权 记得 很多人做选择权 他不知道要挑 什么标的 他知道要做多 可是那个标的 比如说17200 17250 17300 17400 这么多标的 不知道要签读一支 都能告诉你 都能告诉你 答案很简单 来我教你 昨天有没有到17200 有吧 掉下来对不对 未来会不会再过17200 会吧 多头嘛对不对 所以要挑17200 有没有 干单 干单 有没有看到 最低呢买到60点 了解吗 最高呢 今天来165 8月 8月 刚才是周选择权 那我也买了 月选择权 那为什么要买万七的 为什么不买17200 答案很简单 月选择权 他要的不是像周选择权这样 每一次都赚两倍 五倍 十倍 甚至一百倍 没有 因为选择权 是适合资金部位大的 然后呢 想要稳赚的 然后呢 想要买多的 了解吗 那这样的人呢 相对的 他需要很稳健的策略 也就是看一个方向 看一个方向 而且要必赚 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我怎么看呢 来 那答案简单嘛 今天讲破了 你会不会不尊敬我 好吧 那我说破好了 为什么要挑8月一万七的 答案就在 这边呢 是不是17200 有没有 17200 现货17200 了解吗 所以 未来会再过高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杀到 17284 一万七的扣 杀到 284 所以呢 加起来是什么 17284 所以呢 我们的风险 只有84点 它实际呢 未来明天的价值 会有17200 所以呢 风险很低 今天呢 我们昨天买 284的最低 现在呢 424 有没有吻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教科书 或者任何在做周选择权或月选择权的 所谓的老师 所谓的教授 都没有人会 绝对没有人会 书上不会写 因为他们不会 了解吗 那周董为什么要讲出来 答案简单 我要给你证明 只有我会 来继续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讲完以后 你是不是格外的会选标的 这是我们呢 上礼拜 到这礼拜三的绩效 上礼拜四到这礼拜三的绩效 记得7月6号的影片 7月7号的影片 7月7号 7月7号 7月10号的影片 7月10号的影片 7月11号的影片 11号 12号的影片 都要去看 我这些呢 都是有带会员做的 总共加起来呢 是1420% 14倍 上上礼拜赚 19倍 就这样 这么简单 好 所以呢 认同 周董奇货跟选择权 可以稳健做到对的那一边的 而且想要知道 如何买期货 不要涉停损点 不要被外资欺负的 麻烦你打电话 下群专线 02-2321-9933 好 继续股票 股票呢 我不会动啦 就是AI啦 好不好 那林群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我现在零成本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做AI是信念 也是信仰 这是我告诉你的 我想呢 2月8号 没有人给你这张字卡 没有人告诉你呢 灰达是主轴 没有人告诉你呢 要追踪灰达美元 从230追踪到270 追踪到430 追踪到424掉下去 还告诉你没有关系 昨天过高了 159 有没有 整个全世界的主轴就在回答 所以为什么回答可以带出周董的林群 带出周董的广达 带出周董的技嘉 带出周董的星云 带出周董2321的伟创 了解吗 注意 伟创我没有买 那为什么周董这么老实说没有买 因为当时候看不出来 不会分析伟创 因为我会分析技嘉 会分析广达 会卡位 最主要的是 辉达跟他们合作长达8年以上 所以 等于是辉达的子弟兵 然后 3231的伟创不是 不是你知道吗 还没有接到单 可是昨天 周董终于知道一个消息 原来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厨 萨曼 来跟3231的伟创下单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来 为什么伟创 嘎翻天 了解吗 因为答案就在原来 受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下订单的加持 那这个周董 没办法研究到 因为这个消息太隐秘了 到昨天才知道 了解吗 那不会觉得可惜啊 因为我讲过 我说呢 我们的广达 我们的技嘉 甚至伟创 拉回我要带你买 可是重点来咯 那如果 他们还没有拉回要买什么 来来看 周董今天这个股票 降临板 国统 今天来不及讲基本面 你们有看就好 这是国统 水资源的 还有滑指 这是我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 下一个波段的主流 也就是呢 本来Trade GBD是深层式AI 所以先涨林群 深层式的 接下来呢 AI需要算力 所以要涨灰达 灰达跟台湾合作 所以要买广达技嘉星云 红素 了解吗 可是现在呢 扩散出去了 整个全球的资金呢 不单单买AI 买AI的算力 还要买AI医疗 来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辉达呢 现在已经看到了 AI医疗的前景 本来辉达做的是 AI的硬体 AI晶片嘛 我提供AI算力 你们呢 不管是Trade GBD的OpenAI 或者是微软 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Apple 或者是Amazon 对不对 你们这些人 都要跟我买 AI的晶片 来提供你们呢 AI软体的算力 可是呢 辉达想 那 将来呢 如果你们不需要我的话 可能呢 我会走下坡 所以 所以 我要抢先一步 进入AI医疗 我要把AI医疗 变成我辉达的最上游 了解吗 你看到没有 微软啊 还有Google啊 还有Apple啊 还有亚马逊啊 都没有AI医疗哦 结果辉达赶快做AI医疗 那答案简单吧 在台湾能够跟辉达一起打拼的 合作AI医疗的 周董下礼拜一带你买 有没有 带你买 了解吗 所以呢 今天这个专案 来 小便呢 周董酸了好几天以后呢 现在终于呢 正确的字放大 正确的字放大在哪里 55688 这样简单吧 这样简单吧 数字都给你看了 没有秘密了 就这个数字 55688 下旬专线 022321 9933 下礼拜一 买进 灰达的 医疗AI合作伙伴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嗯 等公司已往前期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刑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